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残忍的犯罪现场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午夜出租车上的神秘乘客 超市门前举止怪异的少年 穿针引线 凌乱线索串起证据的铁链 拨开迷雾 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 罪恶的生日礼物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乌拉特前起的牧民胡某正像往常一样 在草丛中挖苦菜 他一颗一颗的往荒草丛生的深处挖去 正当他挖到草丛中心时 竟然看见一只没有穿袭的脚 从地里露了出来 眼前的场景把胡某吓得魂飞破贩 他立刻拿出手机报了警 胡某看见尸体的地方 位于一个十分偏僻的荒草丛中 平日除了牧民 很少会有人经过这里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侦察员们 也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 右探在正面的地方 包括多的处 而且才是比较好的一个下心 死者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技术人员在这名男性身上 发现了十几处刀伤 如此凶残的作案手段 让在场的办案人员十分惊诚 从尸体的腐败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通过对尸体进行辨认 警方很快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他是住在这个白叶华镇 泡出租车 就在喝出租车 没有手续的出租车 他的再要有身份 死者叫刘拉田五十多岁 然而 让在场民警感到诧异的是 现场似乎被收拾得十分干净 在尸体周围并没有发现大量血迹 这让警方十分疑惑 难道这里并非案件的第一现场 民警立刻对尸体周围展开勘查 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对现场遗留下来的轮胎压痕进行分歧 技术人员断定 应该就是死者刘兰婷生前所驾驶的驾力车做流行 第二个有脱色的行间 而且他这个扯太阳了 像从那个董伯的路上下来 一直走下来 继续其次用的吐露 种种线索表明 这里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警方认为凶手很可能在作案后 驾驶死者的汽车 并将死者抛尸致死 除了草丛旁不远处的轮胎压痕 和指向尸体的脱锥痕迹之外 现场并没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同时警方发现 死者的脚上并没有穿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现前面把刘兰城 不是在这里杀害的 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杀害以后 把鞋丢到了别的地方 如果民警分析的没错 凶手在作案时 很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 将死者的鞋子 遗留在了案发现场 那么案发现场又在哪里 警方立刻决定 分组展开调查 在努力寻找第一案发现场的同时 对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 很快受害人的儿子刘某 提供的一些信息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原来死者生前曾与很多人发生过矛盾 并且由于性格原因 很多矛盾也并没有得到解决 积怨很深 警方猜测 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段 仇杀的可能性很大 通过调查 一个在当地收废品的外省小伙子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小伙子因为和他这个车的插碰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后来呢 就两个人就发生了警方争吵 后来因为赔偿的问题 就是这个受害人 受害人就是和这个小伙子争吵的过程 这小伙子就说过一句话 说哎 迟早有一天我弄死 根据警方的分析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然而正当警方满怀希望地 寻找他的下落时 却意外地得知 这个人恰巧在案发后消失 不知去向了 最起码地找到 他是作案以后窃逃了 还是有别的事离开了 和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毫无线索的抛尸现场 突然消失的重要嫌疑人 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迟早有一天我弄死 公路上遗落的黑色皮鞋 举之诡异的神秘乘客 是情理之中还是另有隐情 去了又回来这是什么意思 罪恶的生日礼物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1年9月27日 内蒙古乌拉特前期的一个荒草丛中 惊险一具男尸 尸体附近发现了清晰的拖拽痕迹 和轮胎压痕 经初步判断 尸体所在地应该是抛尸现场 受害者身上被发现实际处刀伤 作案手段十分残忍 警方认为仇杀的可能性很大 而就在调查的过程中 一名与死者生前 曾发生过激烈考决的重要嫌疑人 却在案发后突然消失了 他的行踪基本没有人能知道 在我们找了一段时间以后 没有找到 快12点 案件侦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所有办案民警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对死者的儿子来说 失去亲人的悲痛 更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为了寻找消失的外省小伙子 警方专门部署一队警地 前往外地进行排查 然而就在这时 在前方寻找现场的调查组 传来消息 在一条公路上 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辨认现场遗留下的鞋子 就是死者生前所穿的皮鞋 同时警方提取了公路上的血迹 经过与抛尸现场死者的DNA比对 显示相吻合 留着那么大量的血迹 还有那个叠炸的 旁戒炸的 从这个血迹下可以排 从这个血迹下来 就是刘拉廷被害的第一血迹 但是让警方失望的是 除了遗留在案发现场的血迹和鞋子以外 并没有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与此同时 前往外地调查嫌疑人的调查组 也传来消息 虽然找到了那个具有作案嫌疑的小伙子 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他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也是从这个作案事件 不具备作案事件 从这个作案事件 把这个河南天台子服定了 案件侦破再次回到起点 面对这种无从下手的局面 面对死者家属悲痛而焦急的心情 邦安民警也无计可施 几乎每天去旧文副将 白夜话派出来的跑四五团 望望这个卸说 有没有这样子 案发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 凶手很可能是以乘坐出租车为由 借机行凶 白夜话镇的出租车停靠点 位于镇中心相对繁华的地区 于是民警以这里为中心 展开了排查 由于没有关于嫌疑人 体貌特征的任何线索 排查工作进展的十分困难 然而就在这时 一位姓李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警方 就在案发当天下午 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客人 就四五点吧 他说约了帅 说就坐你的车吧 但是这个人和李师傅打过招呼以后 却迟迟没有上车 而是在马路边徘徊 似乎在等人 我对了我上车后去啊 我说你 你不是去张罗还不去啊 他说等我哥等不上了 我那你走不走 他说走啊 车缓缓地发动起来 但是李师傅总觉得 哪里有些奇怪 因为一般的车车 如果要是在空车的情况 也把堵车在我们切段做的 他上车以后了 就坐我后车了 这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 虽然感到有些奇怪 李师傅却也没有在意 一路上两人很少交谈 那个客人始终在后座 不停地抽烟 似乎有心事 他走了一家路 他说你这个车是 多少钱买的 我说六万多 上路给我切完了 他做了 他说你这个车要 到宝头的好多 我说就是 来回我就是五六十块钱 有钱就够了 李师傅心中 有些莫名的不安 不由的加快了车速 没多久就到了目的地 张冷村 然而就在李师傅 放下客人准备返回时 这个客人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师傅你等一下 我要找不着的话 我得回回了 下车后 李师傅看到他在不远处的铁门前 徘徊了几分钟 就又早了回来 这四五分钟最多了 他就过来了 他说不再走啊 不用 他就回回了 去了又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他当时也搞不清楚 所以觉得这个人 行为特别古怪 民警梳理了车子可能经过的地点 发现李师傅的车返回的停靠点 和出租车司机被杀的现场 居然在同一条公路的同一位置 这难道是巧合吗 根据李师傅回忆 当时这名乘客脚上穿了一双崭新的白色旅游鞋 十分显眼 与此同时 前方调查组传来了让人兴奋的消息 经认定 这辆银灰色的下一汽车 就是死者生前所驾驶的出租车 警方立即对车内所发现的 所有可能有线索的物品 进行了DNA提取检验 结果当其中一个喝完的 矿泉水水瓶上的DNA 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时 一个惊人的发现 让警方瞬间兴奋起来 通过解决了 证实不是被海上刘丹天 遗留下来的 而是另一名人员遗留下来的 不断涌现的犯罪现场 举止怪异的陌生乘客 究竟哪里隐藏了重要线索 一瓶被人喝完的矿泉水 书坑里被抽尽的淹头 打乱无常的线索背后 是否藕断丝连 就是咱们当地的人 就是西约的人 很少买人去 贵人 罪恶的生日礼物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1年9月 内蒙古乌拉特前起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出租车司机刘某 在白雁花镇的一条公路上 被人杀害后 又被抛尸于荒草丛中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 案发的第一现场 然而现场并没有留下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通过外围出租车司机的调查 一名举止奇怪的乘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就在这时 一个喝完的矿泉水水瓶 让警方再次兴奋起来 通过对死者车内 这个矿泉水水瓶上的DNA 进行分析比对 技术人员认定 这个矿泉水瓶不是死者留下的 而是另外一个人喝完后 丢弃在死者的车里 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民警立刻将DNA样板 在系统中进行检索 但是从矿泉水瓶上提取到的重要生物检材 还是为案件侦破指明了方向 如果能找到那第二份能够进行比对的DNA 就能够立刻锁定嫌疑人 民警相信 既然嫌疑人曾经来到白雁花镇寻找作案目标 那么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我们在白雁花这个小镇上 它可能停留的地方 我们进行冲行的 细致的一个 去排查 沿着白雁花镇的街道进行走访 在离出租车停靠点不远 一家超市的老板娘告诉侦察员 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 她店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 据她说 就在这个门前 她一下午看到 从下午四点钟到晚上六七点 她看着小伙来来回回 就从她商店的门口就走了 有巨塌说 十几趟 就很多很多趟 这个人在超市门口徘徊了很久 然后走进超市买了一包烟 老板娘感到很奇怪 这个人虽然口音是本地的 但是又不太像本地人 要是在这里附近 就是常住户 常住居民 他都应该认识有运行 那这个小伙子 据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咱们当地的人 就是西野的人 很少买的就是贵盐 就是贵州的贵 就是很少有人买 据老板娘回忆 这个人买完烟后 就在门口的树旁抽了起来 还不停地往地上吐痰 过一会儿就吐痰 过一会儿就吐痰 因为地区在那儿 他有点忙起 他对这个 反正对这个行为习惯挺业务 所以就是 多看这个贵上来源 根据之前李师傅的描述 当晚乘坐他出租汽车的人 也穿了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这个鞋非常刺眼 就是人们说特别的白 又是一双白色旅游鞋 又是奇怪的客人 李师傅和超市老板娘 描述的会是同一个人吗 老板娘又说 这个人抽完烟后 随手就将烟头 扔在了旁边的树坑里 警方迅速对树坑里面 大量烟头进行仔细地查找 因为这个树坑 平时也横上有让去打扫 我们发布 打算咱们这个技术人员 蒙下这个野头 应该哈在这个树坑里面 让大家感到惊喜的是 在这么多枚烟头里 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枚贵烟的烟头 我们就把这个烟头做了提取 也对它这个烟头 就是吸烟的这个人的 在烟头里面的DNA的样板 进行了检定 通过与矿泉水平上提取的DNA 进行比对 解释相吻合 这个意外的发现 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根据超市老板娘提供的时间段 警方调取了超市周边仅有的几个监控探头 在安装在离超市不远的金店门口的监控资料中 一个穿白色旅游鞋的年轻小伙子 进入了民警的世界 画面中 这个小伙子从金店门口走过 不停地东张西望 他走过 他是很麻木在胸脏的目标 经超市老板娘辨认 这个人就是当天下午 在超市里买烟的年轻小伙子 夹克 背心 还有他自己的标志 对日线的标志特别明显 警方发现 案发当天下午四点 直案发前 这个嫌疑人先是乘坐了李师傅的车 返回后 在镇上徘徊许久 并在老板娘的超市买了一包烟 而从超市老板娘提供的线索来看 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 不是当地的人 也不是附近的人 可能是外来的人 于是警方提出了一个疑问 如果这个人是流窜作案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 进入到白雁花镇的呢 从进入白雁花镇到案发当天 下午四点这段时间 他又在做些什么呢 监控中一闪而过的身影 模糊不清的黑色印花 能否被案件带来转机 这些人特别 转瞬即逝的一个瞬间 自破迷据终于锁定真选 一件小小的礼物背后 又隐藏了怎样的罪恶 当时我确认为自己真 这一点也不像男 我都二十二 还要靠着女人一样 罪恶的生日礼物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案件侦破进入关键阶段 民警已经掌握了 行医人的体貌特征 并大致还原了当天下午 行医人的活动轨迹 案件似乎离侦破越来越近了 然而此时 新的困难却又摆在了 民警的面前 确定这个人的身份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也是这一期面前 能不能长特别的 关键所在 为了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警方决定从外围寻找突破口 根据民警已经掌握的情况 嫌疑人很可能是 外来流窜作案 那么从嫌疑人到达白眼花镇 到案发当天下午四点 这段时间 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冯写 你也请人 在这个四季存压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 他的落脚底 就在瓦巴或者是游戏停 于是民警来到了附近 唯一的一家网巴 进行走访调查 由于平日上网的人员众多 网巴老板也无法回忆起 这个穿白色旅游鞋的人 是否来过 民警决定 调取安装在网巴里的监控录像 然而 让警方失望的是 在这段时间 网巴的监控录像中 似乎并没有出现 与在金店门口经过的 年轻人相似的身影 难道 这个人并没有来过网巴 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 通过反复一针一针的 细致研判 终于有了发现 在监控画面左下角 一个穿白色上衣的人 突然站了起来 在转身这一秒的时候 实际他在穿着外套 他转身的时候 一下露出了 一个熊切的一个 贼子 这个印在胸口的 贼子图案 与之前在金店门口 监控画面中 看到的十分相似 同时 这个人脚下穿的 白色的球鞋 也暴露在画面中 将两段监控录像 放在一起对比研判 民警几乎瞬间断定 这个人 就是他们要找的 犯罪嫌疑人 找到了一个 二界的突破课 让我们 你感觉到 你 那对协议人 越来越近 于是 民警立即调取了 这个机位 当天下午的 实名上网 曾经记录 一个名叫 薛战权的人 浮出水面 进入薛战权的 QQ空间 出现在眼前的画面 更是让民警 感到震惊 全部不知 全部不知是 令他 说明他 已经 犯了一些大错 自己的 对自己 已经失去现象 改变到 抱怨的事 和人 到了 通过 薛战权权的 QQ聊天 记录 民警发现 最近 嫌疑人 在包头 一家理发店的女友 与他联系 十分密切 而根据 警方掌握的信息 嫌疑人 很可能在案发后 逃回包头 寻找女友 侦察组确定 立即前往包头 实施抓捕 我说你 你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我 薛战权 你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 他说我知道 你劝点 劝点 说我知道 案件告破 悬在民警心中的 一块大石 终于落地了 可是让警方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犯罪嫌疑人 薛战权 抢劫并杀害 出租车司机 刘兰婷 仅仅是为了 要给自己的女朋友 买一个生日礼物 原来 薛战权在2011年 被查出得了乙肝 于是 就放弃了自己的生意 每天住在女友家里 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状况 不太好 他据他说 他自己干过 开过烧烤 就是做过烧烤 这个活儿 没干好 后来没干下去 由于生病 不能干体力活儿 便整日在家中 无事可做 没有生活来源 一切开支 全部由女友来承担 每次交房租的时候 他看着女友 把一个月辛苦赚来的钱 交出去大办 薛战权都感到十分愧疚 却又无能为力 虽然女友 从来没有因此 指责过他 但是日子久了 累积在他心中的压抑和自责 就越发强烈 当时我却认为 自己真 这一点不像男 我都要啥 还要靠个女人养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 眼看女友的生日 就要到了 薛战权很想给女友 买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 私来想去 薛战权决定 给女友买一个金项链 作为礼物 但是由于家里穷 自己又没有收入 看到金店柜台里 动辄上千元的首饰 他不知道该如何 才能弄到这笔钱 也就在这时 薛战权心中 已经萌生了罪恶的念头 他盘算着 想一辆车卖了 来给女友买生日礼物 于是薛战权回到了 乌拉特前期的白雁花镇 正如民警所推测的 薛战权来到白雁花镇后 先在网吧上了会儿网 然后便来到镇上 寻找作案的目标 四点左右 他打上李师傅的车 准备作案 回到镇上后 心中的恐惧 让薛战权产生了退役 徘徊抽出了许久 在超市买了一盒烟 内心的矛盾 让他不知所措 眼看天色已晚 镇上的出租车 也越来越少了 薛战权 还是走向了一辆 银灰色的夏地车 大爷托的路程当中 我想过很多次 我到底该不该 但是脑子里接着就 我到底该不该 但是最终 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冲动 是他做出了一个 悔恨终身的决定 将受害人骗下车后 在刘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将其杀害 作案后 薛战权在慌乱中 将死者的尸体 拖进汽车 然后驾车逃窜 路过一片荒草丛边时 又将尸体拖下车 抛弃在荒草丛中 随后驾车 向包头方向逃窜 想回包头 寻找余影 他的想法就是 抢到车以后 挣钱 他要用这个车 到包头跑出租 要开这个车 到那儿挣钱 然后给女朋友买礼物 但是当走到收费站口的时候 正好碰到交警夜查 由于害怕事情外入 便将汽车 抛弃在离收费口不远的地方 当得知 死者身上 有实际处刀伤的时候 就连薛战权 自己都不敢相信 更让警方感到诧异的是 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竟然没有丝毫的法律意识 他过早的社群 对法律 在他的头脑当中 有一点感应 没有给我们告诉的是 撑死 为了给女友买一件小小的生日礼物 就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这是警方无论如何也无法猜到的 而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没有兑现的承诺 给两家人带来了无法言说的伤痛 痛了我尾巴十二刀 我恨不得现在就想散了 我喜欢 他们能跟夜料 我就是要求把罪犯 马上摊到死乡 对我父亲 我现在还是乡里面躺不下去 对于我来说 也不用拿着照明 就稍微弥补一下 我觉得稍微弥补一下 五夜时分 短裙女子潜入仓库行窃 蚂蚁搬家 神秘女贼只身盗走三十万元货物 熟门熟路 窈窕女贼 究竟是谁 众里寻她 案件真相出人意料 警控魅影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